歡迎大家收看收聽五月十六號的橫觀經濟 已經是五月中的時間 已經是五角五角 今天三人齊精精 這頭髮好像越來越長 英國剪頭髮太貴所以不好意思 對呀 我們這些地方 牛油都八十元一塊 多不多香港人去剪頭髮呢 其實剪頭髮應該是全世界都可以去的行業 Youtube看到也有些 但我的爸爸就是一個東歐人士 OK 話說回來 在英國 其實在外國來說 什麼行業都要取証的 或者是取証的 我不知道 其實在非法來說 我想他可能要取牌的問題 那需要考試嗎 在英國來說做髮型師 我不知道 這個行業 沒有什麼認真 沒有什麼認真去尋找 反而我覺得髮型師應該比較少的機會要排照 你說 但是 健身那些 他有些都是 那些PT都是有些 就是執照去上路 以我所知 但是我就不知道 就是是不是規定 但是好像現在就 prefer 些人是有 就是有些 牌照 那他可能先 除非你很有經驗 如果不然就新的那些都 可能都想你考試的事 你說是不是難到是要 好像會計師牌 律師牌那些人 還未去到這麼誇張 但是當然 都是有些牌照的話 就方便一些 就是容易一些 我就這樣說 你說 你說 教健身的那些 就是個人訓練那些 那些拿牌照 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 因為 就是老實說 那些你真是 你基本的 譬如說 器械啊 你也要懂得怎麼用啊 呼吸啊 那樣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 真的有機會會 身體受傷的嘛 如果你 就是用用錯力啊 知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是 我也同意 需要下牌 你說 髮型師這件事 我真的不敢說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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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個 就是健身訓室 那樣子 就是政府的設施 那樣子 其實呢 你是要考個 就是 那些什麼健身訓室 那樣子 但是就 我家 那當然便宜很多 去康文村 因為 就是我想 之前最便宜的 那些香港的健身 就是 是不是 現在有些 二十四七那些 那些 但是之前 比較大型 連鎖店那些 譬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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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的 都好像 都三四百元 一個月 是不是 怎麼都要 就是不知道他怎麼算 那所以 就是康文村 當然那些 是便宜一點 但是就 你們兩位都有做健身 但是 康文村那些 就比較特別一點 那些人士去到 他有些健身 就比較 就是 奇怪一點 就是 就做一下 然後就 在你面前 躲著 等你 然後就好像 給點壓力 你想快點 離開那一部 儀器 就給他做 那這些 就 有些少少 這個健身 那就 好像 是不是上個月 不幸地 在佐敦那時候 有個火災 是嗎 你們兩位 看到嗎 那間 鐵館 那間 很有名 在轉角位 有間 G 是啊 我還沒去過那間鐵館去操練 但是 那間鐵館 你知道 在余畫百貨 那個十字路口位 它都有些招牌 有些成這樣 都很養眼 那時候都說 哇 這間都挺特別的 就是 我就很少去這些鐵館 因為 太厲害了 但是那間都很出名 都 押納了很久 但是 不幸地那個 大廈 火災好像都 燒死了幾個人 都挺可憐 但是 對 就這邊 那些牌照都要申請 都是這個方向 都沒什麼辦法 那不如都 講一些家庭的事情 那上個禮拜 那現在 我還是在用一個 新設定 那上個禮拜 那些網友都 都給了一些 反應我 那就是 都很客氣 那 吊得來都不是很粗暴地吊 那都很好 那 就著來吊 就著來吊 溫柔地 Do you mind if I 都說了 說了 你 都說了 都說了 Do you mind 都很有禮貌 說笑話 那 就說我的聲音 是比較小聲一點 那我今天調了 你看到我的咪 就近了 自己一點 因為我太近 就擋住了鏡頭 還有影響了我的 螢幕 我看不到那些畫面 那你們兩個的聲音 就應該都 出到的 那 就好像 那些人都說 整體的聲音是OK的 譬如雷總有用了一支漂亮的咪 KL的聲音 都是聽得很清楚 但是好像就說 我聲音就軟了一點 那我錄完第一節的時候 我都自己聽回 我都覺得 哎大鑊 就是我聲音都是 小聲一點 那立刻用一個混合器 去調大聲一點 但是都是 不是太有用 但是 跟個weekend 就是剛剛過去的weekend 我就去調過 動了一些位置 自己去試一下 那 還有我出了我星期二的影片 那些網友都沒有鬧了 應該都 那些聲音都正常了 那所以就 麻煩了大家 給了一些意見 那就應該都 調教了一點 話說回來 剛才你 開始的時候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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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 你那邊的信號 還是怎樣 就是剛剛 開始的時候 有一點點 現在就 現在就似乎好一點 現在就暢順一點 就 就是 那些資訊 我都感覺到是疾 但是我不知道 哪一邊 OK 沒所謂 那 那 多謝大家支持 那 那 有網友都 都很多網友課金給我們 那 那 尤其是我們 四十一二的節目 那 就是做完節目 都有課金給我們 就是 多謝大家 那 那 我記得有網友 就 啊 Rick 就說 課金給我們 那 他就說 喂 你知道 現在其實就是 在網絡講 經濟都一般的 就是 不知道 兩位有沒有看過新聞 那 昨天就有五位名嘴 在台灣那裡 都是被大陸 就是 制裁他 那 主要其實 他們有些 人士 一會兒我都會說 就是可能KO有看 雷總 這些這麼 芝麻綠豆的新聞 就沒有什麼 怎麼看 我真的沒有怎麼留意 那 那在台灣的人 那裡評論 那大陸怎麼制裁 我沒有理解 他就沒有很講得很清楚 具體 就是你知道 那 不用學這些美帝 那樣仔細講 究竟 關稅由由 EV本身25% 就加到28% 其實就不用講得那麼清楚 那 那時候需要多一點就多一點 那時候少一點就少一點 那其實很隨意的 但是 那就是 那麼容易入境的 那些 對 因為國台辦 就好像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就有講清楚 那五個人的名字 那坦白說 我有時候呢 都是 都看一些台灣的新聞 那 有幾個的YouTube頻道 那些名罪呢 其實我都認得他們的名字 那譬如 劉寶傑 一會兒都會講的 寶傑哥 那 他們政治取態都是 有些是偏藍一點的 就不是說 要很統獨等等等等的一些 就是很主要的一些偏向 那五位呢 都是講得給了多少少少一些 經濟的評論 那 就主要就說 就說 他們很多時候的題材呢 都會講 唱衰 國內經濟 大陸經濟 那所以就說呢 要制裁他們 那所以就是 現在做YouTube都不簡單 還有就是 尤其是你們兩位都做過 或者現在都是從事一些分析 工作等等等等 其實我都代替一些大行的分析師 其實都是真的挺辛苦的 就是平時就可以根據一些經濟數據去講 那你現在就是比較難一點 那譬如明明看到GDP啊 出口數據是差 那怎樣你用什麼文字去表達 或者是怎樣去講回你一個 一個分析呢 其實都幾欺負一些研究員怎樣去送 因為研究員都有自己一個 怎樣說 自己一個道德的一個 或者一個 怎樣說 你明明差的數字 你很難說得好 那但是怎樣是 又可以補到份工 又可以補到不要被人制裁 但是又可以表達得到自己一個信念出來 那真是相當困難 不容易 我們可以補到一些 人少許 吸著一點 即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attention就不太好了 哈哈 所以Rick就說 問我們可不可以 即是 即是他說不介意課金 私人頻道都可以暢所欲言一些 那他就說 之前雷總廣告 他的標數就不是優先 那會不會選擇離開YouTube去其他平台 因為他就說YouTube不停彈廣告出來 他說如果其他頻道一二百元一個月收費 他都很願意 那 那我還沒有跟兩位拍檔談 但是如果你問我個人的意見的話 就 始終YouTube的頻道都是 廣泛程度 就是大家是比較 比較容易去接觸到YouTube 暫時在香港那裡 那其他平台都是 即是 技術問題上 或者難一點去加入 坦白說 而現在 有課金 即是做我們的 monthly membership的網友 其實十隻手指都可以 大約熟得完 那所以轉了一個 私人頻道的話 我相信 就真的 更加 小貓 三幾隻 雷總雖然說 view數不是優先的 但是 收視都是很重要的 只是賺口碑沒有收視 其實都是比較 賺命一點 所以暫時 我覺得 轉去私人頻道的話 這個機會就 比較低一點 不知道兩位怎麼看 私人頻道 即是 嗯 一來 我想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即是 如果你收到人 即是 如果你收到membership fee 可能你的內容 又要交得 可能更豐富一點 那另外 就是 都是 那究竟 就是 有人支持 但是最後 可能只有二三十個人 那又好像 為了二三十個人去做 又好像有些 有些不知道怎樣 就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 我就 就 更加考慮到 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 可能會跟 就是自己的工作來講 可能會有些 就是 是 就是 這個 這個始終 因為我想就是 如果有個 的一個頻道來講的話 那 我想也都要 負責 老實說是 那你都要有個承擔 這個是 就是 現在不用 就是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 一個 真是一個 一個 但是我 自問我也 就是 要 會抽些時間 有回應 那如果是真的 去到那個 就是 分別的話 那 就是我想 就 很自然地 就是我自己都想要 要放多些時間下去 那變成 工作上來講的話 這個始終是我 就是 比較重要的東西 現在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想就 似乎 不是太過可行 就是對我來說 那所以 暫時YouTube Channel 都還在香港 暫時不需要翻牆 看到的時間 那 都 我 我不敢代表兩位拍檔 但是我的考慮 都是覺得 暫時保持在YouTube 是比較 比較 實際一點 那 還有 我也說 我做節目 我希望是 大家三位 就是用的時間 不要大幅地多很多 但是都希望 讓我的質素 或者一些 視覺聽覺等等 等等 可以 增加 質素 所以 在這些範圍上 不要再加重 就是 兩位拍檔的一個 活動情況下 怎樣再做得好些 這個 都是我的位置 不斷地去做 包括 譬如現在的錄音 設定等等 都希望做好些 做資料搜集 就一直都是 盡量都做多些 希望 給到一些東西 客觀多些 譬如有些人說 不知道 我說話比較情緒化些 我都 考慮過 是不是情緒化些 或者 盡量都是 依據一些報道 先說事實 跟著 陳述了事實之後 再說自己的分析 或者分析的時候 都是 譬如正反兩邊都說出來 我都覺得 偏向是比較 盡量客觀一點點去 報道那件事實 那 當然 現在有一些 宇宙法律 在說一些題材的時間 雖然我處身在英國 但是 大家看到 今週的新聞 都知道 在英國 身處都未必是 無敵 是完全安全的 那 有時候可能有人欺負你門 然後有人 倒水到你門口 滲水出來 那 你不知道的 所以 都不一定是安全 所以 再加上兩位拍檔 又在香港 我盡量講一些議題的時候 召喚一些新聞 都是找一些愛國的傳媒等等 去預實地去報道 你自己的黨媒或者你的愛國的傳媒 都是這樣說 我們都提出事實去說 譬如說回台灣的五個名嘴 暫時他們的頻道都是在 當然網上有 但第二都是電視為主 我覺得 坦白說 雷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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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已經是網金沒辦法 我再想想另一些平台去做 我自己的立場是這樣的 又或者我沒得到 或者你 那就不需要太擔心有什麼關係 這也不夠的 你沒得到 再繞多幾次那些項運股的水塘 可能都真的不用做 他繞到整個太平洋 這些項運 這個 存在整個太平洋 等待他存在大西洋就應該差不多了 其實很多人都很勤奮 包括巴菲特 包括誠哥 雷總也很勤奮 應該怎樣也要學一下 李顯龍 剛剛我都說他都退位了給新一代去接盤 可能我星期二的節目都會講一講 其實李顯龍過去那二十年 在新加坡那個 當然他爸爸打下了一個基礎 但是你看到李顯龍在 這二十年新加坡的發展的話 之前其實是香港的GDP per capita高過新加坡 但是他做了幾個政策 他爸爸當時都是反對 包括在新加坡起賭場等等 但是看到現在很多東西不同的 或者雷總經常拜讀的 Wall Street Journal的總部都搬了過去新加坡等等 那都已經新加坡的地位已經是 亞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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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還沒有什麼補充 這一節我們什麼時候 還有兩分鐘左右 不如也先開頭先好嗎 好啊 那先開頭先 昨天就是公佈了CPI數字 CPI數字 我先分享給你們兩位看 因為你們兩位應該看不到 那我先分享給你一個鏡頭 那昨晚就是香港時間出了CPI數字 我有沒有記錯 年代年代年代就是跟期望一樣 但是月後月就略為比期望低一點 所以就是加強了今年聯儲局 應該暫時都會減兩次的機會比較高 一會我就會分享一個雷總部的情況 那就是NASDAQ昨晚就升了比較多 是不是大約1.4% 1.5%左右 那就是 是的 那都創了新高 收市的新高 那你看到 三個字左右都是 大學中蘇創了 那 OK 那 現在大學中蘇劍4萬了 大學中蘇 昨晚大學中的收市價已經是升 就是已經是過了歷史新高 還是你說今天開市之後 昨天已經創新高了 已經是大學中勢 就是我說現在大學中勢還差 好像不到100點就已經是40,000點了 那你買一手上去 那個谷子上去 那就是 那個形態是不錯的 因為就是 那就是之前是調整了一些 那譬如 最後一天就先去到17,000點 17,000點 然後碰到那個 上升那個軌道的底部 然後就破了上次的新高 那所以形態來說 是 如果你問我技術的話 這個是做得比較好少少 那就是大學中就 咦是 因為這個圖就 就是 都很接近 應該都是 對 如果雷總也說創新高 那就 差少少幾十點 打算就 4萬點了 那跟著 S&P500 昨天都是 收市都是 創新高 比較明顯些 看到 那就去到 5,314點 那做得 不錯 那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第一節 我們下次回來再說吧